你 看来你们还是懂得一点 做人的礼节的 但就算表面包装得再好 也掩盖不住你们内心 低劣的本质 想谈什么 抓紧时间 老汤 好好好 沈总 这是官媒客栈近期的收益报表 我们将利润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三百 按照协议 森威尔应该根据最新估值 收购官媒客栈 否则就是恶意收购 看来你们是觉得赔偿金太少了 叶千语 森威尔跟官媒客栈 不存在收购问题 因为汤老板早就将所有的股权 全部抵押给了森威尔 他的贷款预期未还 股权自然归森威尔所有 我们给你们的赔偿款 是出于同情和仁慈 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想要讨价还价 不好意思 我们用词不够准确 总之 官媒客栈的价值 早已超过了贷款抵押协议的估值 所以现在的收购 并不合理 我们这次来 并不是为了赔偿金 而是想跟森威尔共赢 你们这些失败者 有什么资格跟森威尔谈共赢 你们虽然有客栈的所有权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如何在不拆除他的情况下 更好地经营他呢 我承认 你们在酒店经营方面 有着极高的专业性 但是最了解官媒的人是我们 如果 你们能把官媒客栈交给我们经营 那就能实现双方共赢 我挺佩服你的叶谦语 你这种专门宰客的骗子 竟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提议 刘总 宰客确实需要技巧 只有高超的技巧 才能让客人心甘情愿买单 本质上 跟经营酒店是一个道理 那你以为 森威尔旗下的高端酒店 得以在全世界各地经营 靠的是骗书吗 我并没有这样觉得 范总监 我们清楚地知道 自己在经营客栈中的不足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依然不专业啊 老唐 这是我为官美客栈 做的全新企划 相信你们会有兴趣的 你以为你们煞有介绍 来森威尔谈判 我就会把官美客栈 还给你们吗 单总 一百年前 官美渔村商谷往来 是过往传值的重要补给地 虽然官美渔村现在没落了 但历史留下来的痕迹依然在 我们要做的事 在保留传统的同时 要更好地经营它 把它打造成一个完善 便捷的旅游小岛 这么说吧 如果你们把官美一切都改变了 盖了一座 海底酒店 有豪华别墅的度假村 这简直就是摧毁了 咱们官美最珍贵的闪光点 一个成功的旅游地 必然是能让游客流连忘返 念念不忘的 如果只是为了在 无边泳池里游泳 或是在花园草原上晒太阳 那游客完全可以选择 不过的地方 没错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把官美客栈 打造成一个五星级酒店 因为它不合适 在官美一村附近 就有二十三家五星级酒店 它们每天都为了客人 下滑的问题焦头烂 我们又有什么竞争力呢 传统酒店的营业额 正在以百分之十六点七七的 速度下滑 而百分之八十六点九三的 高收入人群 越来越喜欢自然田庆的旅游体验 这就是近几年来 民宿直线攀升的原因 在官美余村二十公里范围内 民宿不超过三家 预定时间 无一例外都排到了六个月之后 这才是官美客栈的机会 我们在一个月内 将利润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三百 就是最好的证据 官美客栈是和这样的发展 大道修齐内容 宣传策略 发展计划 小道工期安排 平台对接 人事固执 我们的策划书里 有详细完整的说明 附路中还有数据来源 你们可以放心合着 单总 你要做的就是 只要你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证明这份计划可行 如果三个月之后 你还想收回官美客栈 我们绝不至于 我觉得你们的计划做得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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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我这十六分半的时间 俊昊 所以你答应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不 一个月 我一个月之内就要看到承晓 快点 你看 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是吗 谢谢你给我们这次机会 哎 太初 你把他们教得不错 其实早在我之前 就有人培养了叶千语的谈判技术 是童昊教会我的 散会吧